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中国湖南岳阳中级人民法院今日宣判,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李明哲五年刑期,并剥夺政治权利两年,时代力量立委徐永明对此批评,李明哲在中国被失踪,被认罪,被放弃上诉,之后难保会不会被出意外。 时代力量立委徐永明今日28在脸书上表示,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从在中国失踪约半年后后现在被判刑,经历过被失踪,被认罪,和被放弃上诉的过程。 时指出,李明哲今年3月只是去广州拜访朋友,但莫名其妙被失踪,中共政府失踪后才证实人在他们手上,9月11日李明哲遭控颠覆国家政权,且当庭被认罪,今日开庭宣判则是李明哲被放弃上诉。 徐永明说,李明哲被判五年刑期,以中共政府默示人权的记录而言,李明哲难保会不会被出意外。 徐令说,李明哲的罪名是中国胡乱枪哉,表示写文章宣扬自由民主就较颠覆国家,且举出,以台湾人的角度而言,李明哲的行为是言论自由,任何罪名与判决都是莫须有。 徐永明呼吁,台湾政府对李明哲案应该要有清楚的立场,不能任由中国政府欺压台湾人民,否则未来两岸交流,人民人人都要担心自己会不会是下一个李明哲。 陆委会则表示,无法接受李明哲案的判决结果,并要求中方必须早日释放李明哲。